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西兰花炒虾仁的做法 首先,把洗净去虾线的虾仁放入碗中 加入半勺淀粉,半勺料酒,一勺酱油 然后用手抓匀 腌制十分钟 锅中烧水 水烧开后加入一勺盐 然后加入切好的西兰花 焯水2-3分钟 至8成熟后,捞出过凉水备用 热锅烧油 油热后,下入蒜末 炒香后,下入腌制好的虾仁 炒至虾仁变色 然后,下入西兰花 翻炒几下 加入少许鸡精和盐 翻炒均匀 一道营养美味的西兰花炒虾仁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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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